台湾泡沙 了解台湾文明跟文化 李最后 大家好 我是义夫 来 我们要来介绍这间是这个钢田副产人科医院 那么这就是在34银行各个来到这个所在叫做钢田副产人科医院 那么这有两个点面大 看起来我们义义京 那么日本时代的鲁林想说要生孩子 经过以来就是这样 这个男人要生孩子 生的过来说是四席帮 生的过来说有麻油香就有麻油 像是保身体 如果生的过来就四席帮 四席帮就是这样看一看一看 就是脚子这样就算不行就对了 但是呢 以前我有看过一个 或者是蔡菲云博士 他说到这个俯善这个事情 说天生有麻祖婆 人甘有三婆 所以三婆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个 要知道台湾的民主宣伯 军委员要出生的时候 他就是叫他旁边的青植来 把他倒生那些三婆就对了 那一般三婆是这样 那一天要生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烧水 把它烧好睡 然后呢 准备这些什么 卡帮 卡兜 瓦罐 石灰粉 那么在那个年代 你要生 就要先在那个门的顶上 要先带一个平安符 人家呢 又在这个门上 铺满的有一种很松叶 高叶也松叶也松叶吧 那么在这个房屋的这个角落 先给他生意盘探火 这是说 你现在旁边没有乱气 生意时会冷 所以这台 只说整个安全措施 就是这样这种比较逃 不然如果他生不出来 就导师来黏黏黏黏 黏黏黏黏 看看会生不 如果不生就没法 手要吹入 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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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拖出来 所以 看他这 这篇的描述 真的有惊心动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虎山柯 是谁做什么形 这是台北市 中京南路一团46号的台风主角 在日本时代本类是一件虎山柯病 叫做钢田产妇人科医院 产妇人科是日本的汉字 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虎山柯 在清国时代 生孩子这件事 是要用名来换名 在台湾有几句话说 生过麻油香 生不过四柠檬 生贏到麻油店舖做未来 如果生输呢 有可能是三父和小孩 那些是两个都没名 日本时代开始197年 中东府就成立了台北平 拼着三口秀膏 迫使来担任第一人的艺人 虎山柯秀膏 那时他刚才二四月而已 本来只有日本籍的虎路情人 后来川天主庭一定有台湾籍的女人 有台湾籍的女人 来接受到三部的婚人 我和川天离开台湾之后 全台湾一定有两百多名的祖山寺 由1910年到1920年 这间丹南阿最大最现代化的便宜 落成了 后来虎山柯到来柯柯柯 一定是三大收入到跨境的单位 这是当时虎山柯的功课集 这位高境万遗书 在日本时代就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籍虎山柯秀 1937年 他出任台北三部会的会订 一直跟前后都是虎山柯的重要人物 我们说的这间钢田产妇人科 在焦和三年19100年 所出版的地图顶员是非常清晨 有两百多的地图顶员是非常清晨的 我照着相比和老地图的图顶员 在图顶员是非常清晨的 因为虎山柯在日本时代就数据很多 所以民间的虎山柯便宜当然就有很多 台湾现在很流行这种 伊札卡亚居酒屋 少年一般现在对着日本非常崇拜 不管外星本性的 现在都台湾人了 那么就很爱去日本 在日本的时候就要去这种居酒屋 所以现在在台湾开一个居酒屋 就算说一定很受欢迎 为什么这个居酒屋呢 特别要卫这两串 这屈子气就是串烧 串烧为什么要用这个雞肉呢 他们大部分日本的居酒屋 日本居酒屋是这样 他居酒这两串就是说 有听到要喝一杯酒的意思 那么在喝酒 有古代人在买酒 买酒呢 你现在喝一杯了 自己看他的自尉 但是好像喝酒而已 没什么东西喝 没什么东西吃 又不好 所以他就后来开始有这种居酒 就是说给你做好事 让你这样可以配两个 慢慢人家形成这个居酒屋 他的故事是这样慢慢来 好来 我们先来去吃一个居酒屋 这是台湾雷水鸡 现在真流行 日本式的伊札卡牙居酒屋 这间贵最无留守 然后就是跟着他 然后就走 然后就走 沿着里面就在探口 这样空气怎么 后边一门应该是在下 要去到里 也就是烤鸡肉 伊札卡牙是197年代的时尊 在日本开始流行起来 198年代后 伊札卡牙开始变粹是连锁开店 因为起来外的经营之后 他就提供更多不一样的酒里 和食物的烹调方式 有的伊札卡牙 又给你开那种田园式的啤酒店 你若是坐在炕台头前 它就当中逛给你看 这样也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看起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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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的 刚才开起来 你有点过真的 伊札卡牙居 的居酒一剎 意思是说 放下来喝一杯酒 还有很多居酒屋用的是 阿卡装饭 也就是红灯笼 所以有很多人到这边 還會稱呼居酒屋是叫做紅燈籠 聽說居酒屋是由越多自代、江戶時代開始的 當時酒店裡面的酒是順順順順順去玩 這是我們最愛吃的豆腐 人如果是來買酒是要在店舖裡面享用 這樣他來準備燒菜 這就是居酒屋的開始 很多居酒屋因為還有烤雞肉 所以又叫做是烤雞肉串鋪 這後居酒屋慢慢開始流行起來 有很多南城的酒館在下半後 就走來這種地方喝酒 不過外面也是漸漸受到流行的歡迎 所以從居酒屋裡面也能看到清水 流行來這裡喝兩杯 現在居酒屋傳到台灣 也很受到台灣人的歡迎 我知道去日本有一個TOKYO Center 就是我們駐日代表處說買了一棟大樓 也在那裡演講 那麼日本人來聽演講 聽到沒有這麼嚮嚮一個問題 我說 為什麼不看你們台灣人的下屬跟上司 做的去居酒屋喝酒 這其實是台日文化不同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如果沒有跟上司喝酒 跟上司喝酒怪怪的 有的又要求要加班費 那麼另外一部分就是 這個居酒屋 我們在這個文化裡面 我們不是居酒屋 我們是在那個 有那個串燒的地方就可以了 像這種居酒屋這個原味 這本來是在路邊 在那裡烤這些居酒 還是慢慢找一個店 做到專業 都是在烤 燒烤 另外一方面就是去居酒屋 你如果是在日本你就注意看 那是整個地方 好像有些下酒菜 一些些而已沒有很多 小菜而已 那就是日本人 那如果是整個地方 我們叫到第一年 那都是台灣人 那不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認為說 他居酒屋只要吃飽 他們日本人不是 他們是居酒屋是順喝酒公圍 完之後呢 這裡看是要吃拉麵 還是要吃那個什麼 凱森凍什麼之類的 好來 那麼這間呢 是由於1980年就開始了 在萬華的地方 從那裡開始了 我們就來看看 這裡叫做 世雄雞 這間萬華原位串燒 很厚我的口味 最新鮮的看 哎唷 原來有40年以上的歷史 這麼多名人來過 哇 我小聲跟你說 介紹 也漂亮 就是呢 你不是這樣 我幫你選擇 選擇還是要多久 我可以等一等 我可以等一等 要多久時間 十分鐘 十分鐘 哦 謝謝 好 好 那天是不是 在那 黃黃阿酸 阿酸一堆 還是要拜天公宵 走 走 走 到來看 蛤 炭烤呢 動作 金蜘蛛 炭烤 鱿烤 燒烤 開口 開口 鱿烤 在那裡 開口 這間說是1983年開的 那時候我在附近的補車在工作應該是買過吧 這盤就是我的屁股,這樣可以離過也不可以了喔